我們在2008年的時候 開始在創意市集工作 那就開始擺攤 然後創立這個品牌 我們是以黃銅的材質為主 去結合礦石還有星象、星體、神秘學跟集合學等等的概念 然後去做出各種不同的流行配件 次元跟集合這兩個系列 其實都是以最基本的集合的圓形、方形跟三角形去變化 集合系列是我們比較早期的作品 全部都是以金屬的簡單線條去做出各種不同的配件 次元系列是像星球一樣 每個作品它這個墜子都是可以做轉動的 它代表的就是能量的運轉 跟生命的生生不息 這個系列是比較有含義的 在佩戴上的穿搭也都比較有變化 黃銅這個材質呢 它其實是一個很平價的材質 而且我覺得它的變化性其實反而比純印的更好 其實一直希望做一些比較平價的市場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希望在市場上比較簡單的可以接受 讓很多人都可以很輕鬆的擁有我們的飾品 我們過去呢 亞洲的話像是港澳地區啊 新加坡等等為主 今年的話希望以上海 那或者是歐美國家為主這樣子 所以這一次特別跟這個訪托會合作 那參與了Who's Next的展覽 還有上海時裝週 新加坡